但是這個給的點數也太少了吧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要累積建裝改造 而且還限定SR品質的船才可以 30次 你知道船建改造多燒錢嗎 真的超級無敵燒錢的 等你完成任務之後他給你什麼 他給你15點 然後再給你兩萬塊 15點你可以抽幾次 你可以抽一次而已 HELLO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讓我們所有的劍娘都黑化的超香手遊 黑潮 深海覺醒 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 還有妹子黑化的影片的話 那肯請訂閱我們內文的副頻道 我就放在內文的連結裡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有些地方就是要小抱怨一下 對今天會有所謂的小抱怨呢 以及教大家怎麼樣 就是去應付雷擊隊 對就是 哇大家在打反攻的時候 大家最討厭遇到什麼 就是雷擊兵嘛對不對 我推圖速蠻慢的 我沒有像一些大佬一樣 就是說哇靠 就是遊戲好像才開一兩天 三天就把圖全部推完了 因為我不想遇到高等的反攻啦 OK 好那我們先來講活動抱怨的部分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讓我還蠻 蠻物質的 對就是還蠻 心情還蠻不好的 OK我覺得這次的活動 整體來講 它的設計是還不錯的 就是哇有實裝啊 然後這裡有專用武器啊 有S型人喔 可是 它這個沒有保底啊 真的我覺得就是最敗筆的 就是這個就是沒有保底 我已經抽了好幾次了 對我已經抽了非常多次了 然後呢 基本上都是種這個 對都是種這個 初級裝備箱啊 還有就是 阿不然就是 欸錢五萬塊 給你個五萬塊 阿不然就是給你個 給你個油 對給你個容易 甚至就給你個 皮米材料 喔最屌的這種 甚至給你個50個尖金 對 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 我覺得這個活動 它就是想 感覺就是官方想要 就是提升遊戲的黏著度 就是讓玩家就是 能 就是一直呆在這個遊戲上面 可是 問題是 好 如果你這樣子 這樣子我話 這樣子說法 我其實可以接受 但是這個給的 這個點數 會面也太少了吧 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哇 你要累積建裝改造 而且還限定 SR品質的船才可以喔 哇 30次 欸你知道 船建改造 多燒錢嗎 真的超級無敵燒錢的 啊 等你完成任務之後 他給你什麼 他給你15點 對 然後再給你2萬塊 好那15點 你可以抽幾次 你可以抽一次而已 對 那你只能抽一次而已 然後你抽那一次 你還不一定 就是會抽到大獎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活動 就是有點 惹火玩家吧 我個人覺得是在惹火玩家 還有這個 深海化 我覺得這深海化 這個就很扯 因為我相信啊 就是遊戲開始的時候 有蠻多的大佬的 就是比如說 可能一兩天三天又把圖全部推完到了 他們一定有 他們就是 馬就 瘋狂的 買體力 買能源 說到這個能源 這個遊戲的能源 這個價值比 也是非常的不對等 總之就是他們基本上 能把所有可以黑化的妹子 全部都黑化完了 那 你黑化完之後 現在要多了這個任務 深海化人偶之後 才會得到點數 這是整人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在整人 而且給的點數又這麼的少 對不對 這是非常的 不友善 真的覺得不友善 好啦 總結就是 對約定春英這個活動 我建議就是說 官方如果可以的話 設個保底機制吧 因為搞不好 就是有些人就特別臉黑 不管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過你們的任務 而且你們的任務 給的點數又這麼少 可能抽了40抽 50抽 60抽 像我一樣之後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樣挫折感 其實是很重的 會讓人家根本就覺得說 這個活動是來亂的 所以真心建議說 官方如果可以的話 是個保底機制 要不然就是說 你至少把任務的點數 點數獲得提升 你看這個2點5點 15點算是有點多 但是你知道 建裝改造有多貴嗎 建裝改造 這是會燒光你所有資源的 真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活動可以的話 就是 可以跟官方反映一下 可能調高個點數獲取 給個保底之類的 都可以 反正就是不要讓玩家覺得說 你知道我已經有很多玩家 已經放棄解這個任務了 放棄了 放棄解這個任務了 OK 因為你剛好又跟什麼 追念之警 然後結束了 然後 現在又多了一個這個 體力不夠用啦 真的體力完全不夠用 好 OK 刷這個體力喔 哇 你看你拿40轉 只買到30點體力 一下就 噗一下就不見了 太燒錢 這CP值不高 千萬不要買鑽石來回體啊 鑽石這種東西拿來買禮包啊 真的 這是非常不值得的事情 我跟各位宣導一下 好 OK 影片呢 就是聽了 薩克碎碎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 怎麼樣打雷擊隊吧 那薩克 真的 我是懶得推圖啦 我真的是懶得推圖 不然其實我的隊伍 是可以把圖都推光光的 我可以 我是懶得推的 我是真的懶得推 好 OK 來教大家怎麼打雷擊隊啊 然後 上次的影片 就是關於建裝改造的影片 那這邊薩克跟各位講個 小康務的地方就是 火控好像沒有辦法改裝 對 火控好像只能透過 裝備預設給你的素質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提升火控的話 你就要去挑那種 火控預設素質高的裝備 去給那個船船 那 我猜官方這樣做是為了平衡 是因為如果你可以讓玩家 疊火控的話 你每一輪都有 都有絕招可以放 對 你每一輪開局就有絕招可以放 大家的能量都是滿的 哇 那個感覺 聽起來就覺得很OP啊 對 聽起來就覺得很強啊 所以我覺得說應該 對啦 建裝改造不能改造火控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算是個平衡性的設定吧 好 OK 這邊教大家怎麼打雷擊兵 雷擊兵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這個遊戲 的雷擊 會無視你的防禦力啊 對 就是無視你的雙防 空防啊 護甲防啊 通通都無視 所以對付雷擊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你知道去把你的耐久度撐高 對 然後呢 帶上兩台重型巡洋劍 OK 帶兩台重巡 先給各位看一下 重巡 為什麼 實際上 之前三部影片 稍後就有講 為什麼重巡兩台 跟一台的那個坦度差很多 除了只有 除了是因為 一台就只有一個坦克之外 還有第二個原因是 兩台重巡之後呢 欸 全員的防護力增加3% OK 增加3%喔 然後呢 重巡的機動 對 巡管都會增加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兩台重巡的時候呢 感覺好像前面的小呂 跟小西佩爾都特別會閃 那是因為他們的機動 有獲得了些許的提升 然後就是 每一輪之後結束之後 因為巡管有增加嘛 所以回血也變得比較多了 所以你會覺得說 感覺好像兩台重巡 會比一台重巡 活的比較久 是這個原因啦 好OK 那就打一次給大家看吧 打一次給大家看 OK 雷級喔 真的很恐怖啊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在 隊伍團隊等級 沒有練高之前 就是 盡量不要把你的土推得太深啦 真的 不然你很容易就打不贏反攻 那你就會白白浪費這些 被動送給你的支援 掛戒的支援 好打雷級兵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要輪流的讓坦克上去坦 好那薩拉克的小呂是已經練到很高級了 我只是他沒有吃到起死 因為那個材料跟錢真的是貴到翻掉 有沒有 我的小呂 因為我改裝小呂 我是把他的耐久度全部都提升了 對 他筍管也有提升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小呂異常的坦 再加上開始技能之後呢 其實我的小呂的血量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 所以我才會怕的 好OK 如果你的坦克練度不夠高的話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按住 這就是帶兩台重拳的好處啊 就是可以更換 就是可以更換他的站位 那注意啊 就是不要在船劍血劍體的時候更換 因為在更換的時候 會有剛剛一小段的延遲 有沒有 給各位看一下 會有這樣子 會有這樣子 一小大概零點幾秒的延遲 那零點幾秒的延遲 如果敵方你的炮彈跟飛機是已經出手了 已經打在你那艘船上 那不好意思 你那艘船還是要沉 所以呢 就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打高難度的關卡 你覺得打不過了 那真的就是推薦大家 就是把自律關成手動 那技能開啟很重要 盡量啦 在打高難度的情況下 建議就是說 你坦克的技能 就是其中一個放完技能之後 另外一個技能就準備 已經standby準備要放了 等到另外一個放完技能那個人 技能效果消退之後呢 馬上把他換下來 換成另外一個有技能的坦克上去頂 然後就再開技能 這樣子的話 讓你團隊的生還率會大幅提升 這就是我個人在打雷擊隊的一點小心得 那當然如果你有更暴力的方法 當然就是學FV社團大佬去練雷擊隊啊 那雷擊隊是真的很猛啊 因為雷擊隊的大絕雷擊傷害 是不看對手的護甲的 所以直接打多少傷害 就是打多少傷害 所以對方血不高 就一定會被秒殺 所以建議大家就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可以去練個雷擊隊 不論你是打PVP啊 甚至推圖都還有蠻好的 遊戲體驗 那之後薩克會介紹說 比較平民比較親民的雷擊隊要怎麼練 OK 好啦 OK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 就是關於這一次的活動的一點小抱怨 還有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對付雷擊隊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就靠背說雷擊兵很麻煩 雷擊兵打不贏 或是說推圖推太兇了 然後就是打不贏反攻這樣子 這邊薩克給各位一個建議 好像官方已經有修改過 所以我現在目前沒有遇到70級的人反攻 那我還是建議說 大家盡量把你的隊伍等級控制在 就是比如說你推圖像 薩克現在隊伍平均就是60等以上 那我大概就會推到大概40級等的圖 我可能就會停下來了 我可能就會停下來了 盡量落在有大概10等的等差當中 你這樣子的話就是在反攻會更容易 然後剛好就可以解反攻的任務 比較不會遇到那種打不太過的情況 好O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要去刷追念之警了 我已經其實我有點 我也有點放棄那個吹音活動 但是看到競技只能裝我沒有抽出來 讓我還是心很癢 好OK 掰掰